股市在走啊 大人哥投资周报要有哦 地保 核情控 长荣 群光 全面大涨 是不是00940开始买股票了呢 政策加持概念是持续轮动哦 你看 重电涨过了一轮之后 今天是军工接棒 雷虎 玻璃 JPP联手涨停 挫杀抄跌果然带来更低的买点 大人哥提醒了金上电今天大涨创高 接下来大人哥 换到谁呢 当然是顺者知心方向转 请看今天节目 均线深多空买点定吉凶 大家好 欢迎准时收看3月27号 星期三的人者无敌果魔力 我是主持人德宇 赶紧欢迎操盘期视的创始人 摩尔头顾 陈坤仁分析师 大人哥你好 德宇好 大家好 大人哥 这个行情就像你说的 核心PCE公布前还有清明廉价即将到来 真的让整个的大盘是亮缩观望啊 AI涨多拉回整理 不过不用担心多头可用之兵 你看政策加持概念持续的发动 重电涨过一轮之后 今天盘面上头可以明显的看到 均红类股起来咯 好 那么940之乱好像还没结束 但是四月份下个礼拜开始的四月份 又有四档的ETF要接棒咯 大人哥你怎么看呢 好 德宇好 大家好 我最经常跟大家讲到说 其实你看台股的指数的话会有一些市增 那因为重点的话还是在资金轮动 和选股的方向 那昨天的节目或者像这个礼拜 跟大家提醒到的是说 我认为在我们自己的 就是清明节的连续假期前的话 会变得比较观望一点 然后你看昨天的成交量 跟今天的成交量 你看今天成交量剩下多少 3856亿元 昨天是因为比较属于大幅的震荡 所以昨天的量是比较大的 可是你看今天就比较偏向于量缩了 对 那量缩的情境之下的话 当然毫无意外的是 我们自己的清明年假 另外再加上礼拜五 就是美国要公布他们的PCE的 就是费的最关注的通膨的指数 所以就目前为止的话 刚刚我们看到台股大盘 就是重回到了2020的话 当然还是台积电啦 然后发哥啦 或像是今天再创高的 像是鸿海啦 这种指引出来的一些方向 我觉得这没有太大问题 只是我 我比较不会去做这种 这么大字的大牛 或者说 我就比较不会去做那种 就是ETF的系列 什么919 939 940 我通通都不会去做操作 因为对我来说太慢了 那我比较倾向的就是说 你要找到对的时间点 去做对的操作 拉回手稳 错杀超跌 你就可以买啊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 你看像今天的2603长龙 是不是开始有点像是买器买盘进来了 是 然后另外2404的汉糖涨快6% 再给你看2385的群光 看起来也是回稳了 然后另外的话 我们上礼拜分享给大家的隐藏版 6605的地宝 又涨停了 它不在已知的10党的940成分股的名单 它不是前10大 对 但是我跟你说 这就是有可能就是其他的 那几十党里面的其中的异地党啊 上礼拜分享给大家 就突然喷上去就涨停版 然后今天的话还有另外一档 也是我认为也是隐藏版 核心控 当然你会发现说 为什么我们跟别人讲的都不一样 但是我告诉你一件事情 我讲完的东西就常常会被别人抄去用 然后一不小心的话 又跑到报纸的头版的头条 我觉得这件事情的话还蛮有趣的 还蛮不错的 因为我相信在看我们节目的粉丝非常多 然后在看我们节目的新闻媒体的记者朋友们 也是非常非常的认真 所以我会把我们的节目的内容 把它讲得更精进一些 所以可以跟大家做一个保证的地方 好 我为什么敢这样讲 看哦 这是 我觉得应该有蛮多人喜欢看新闻媒体 比方说如果今天把报纸的头版 去把它打开的话 你就会发现说 这是工商时报啊 今天的哦 对 今天的工商时报的头版头条 这边有一个叫大陆只能又来闹 记底剩下最后三天 到底是要做账还是结账 的这件事情 其实我们之前跟大家说过了 因为如果有那些比较属于 投信的高持股比重的 那种个股来说的话 他们不一定是用拉台去做账 他们有可能用互砍 因为我砍你的 我砍我自己的 我只要跑得快 你只要跑得慢 你就被那个绩效把它拖下去 因为我们在比的是相对绩效 对基金经营人来说的话 叫做是 我如果今天 我赢你多 就算多赢你一%好了 我还是赢 所以这件事情就是 记底必然会发生的事情 今天要小心那些 比较偏向于高头性持股的 这种个股的部分 那往下看下去的话 你就发现说 你看央行认了 升息是优 涨电价会刺激通膨 这个新闻你先稍微留着一下下 我们再往下看下去 这里 又另外一个东西 来 美国最新民调显示 FED降息将拉台拜登选情 这我们好早就讲了 德宇讲到这个东西的话 如果你是今天才看我们节目的话 你可能不会相信说 我们其实很早很早就跟大家提醒过这件事情 但是我们的Liott免费粉丝团 记得把它加起来 上面真的有很多很多的留下来的一些好的资讯 一些领先的资讯好的内容 那这些内容都是值得你去做一个验证的 而且都是免费的 是的 来我们来看一下3月22号的时候 那时候我们盘中跟大家说什么 我说你看这是因为那天盘中的话下跌100点左右 然后我就说那因为是创下历史新高的卖压 那是蛮合理的走法 我提醒最近跟大家做提醒就是 请你把指数把它遮起来 因为我在看的是个股轮动 那你如果要看指数的话 看台积电连发跟鸿海就有了 可是其实你操作指数 除非你是做期货啦 你要盯紧这些指标股来走啦 否则的话其实应该是说如果台股占上2万点 你如果指数你如果指数这么高 然后你不敢买的话 那你就会错过很多很好的股票 往下看下去你会发现说 你看有一个说法是什么 央行突袭升袭半码会伤多头 台股多头信心 我告诉你那叫做是鬼故事 因为央行它已经有很明确的 在那时候3月20号的时候 我已经有跟大家做过一个提醒跟分析了 到今天为止你才看到今天上了头版头条 我那时候说什么 我说不是啊 因为央行升息半码只是因应上涨的电价啊 为了要抑制国内的那些通筒通膨的预期啊 所以这种是预防性的一次性的升息而已 然后你有没有看到 这就是你今天看到的 那个新闻的头版头条 就在跟你说这件事情 有没有这里 有没有央行说升息是优 涨电价刺激通膨 就我讲的啊 现在才被超上来啊 然后再往下看下去 来往下那个内容给你看哈 来哦 这是Lineat Lineat你会发现说啊 好怎么会这么密密麻麻的 我告诉你 这就是我们 我在盘中的时候 会拿来跟我们的粉丝们分享的内容 再来往下看下去哦 你看哦 来 我说这里啦 费的年终要降息才好笑 明明人家经济就是强劲的 就是就业也好 然后呢 通膨目前的话看起来也可控 然后呢 那个目前看起来 那个经济成长 算是一个不错的情境 他们还调升了GDP 却要用预防衰退去降息 我说 这根本就是为了要救拜登的选情吧 没错 虽然费的像是一个中立的单位 但是我告诉你 他老板还是美国总统 但拜登啦 如果哪一天变成是那个 川普当选的话 你今天雷孟多你别想做商务部长 你今天鲍尔你别想做FED的主席 联准会主席 所以我告诉你 现在开始的美股的选举行情 带动全球股市的多头行情 叫做持续 所以台股只是一个正常的波动而已 那个是我们在最近这几天 不断跟大家提醒到的 那我再给你看一下 今天的工商时报的头版头条 是不是也把我说的东西 你看美国最新民调显示 FED将其将拉抬半征选情 一模一样 我们是22号讲的 今天是几月几号 今天已经是3月27号 大概差五天 我还看过差一个月的 你继续看我们节目 你就可以看到说 其实我们真的有很多很多领先的资讯 你可能没有 从来没有看过其他的节目 再跟你跟那个新闻嗆瞎的那种讲法 对 我敢这样做 因为我们就是把人领先的看法来分享给大家 就像之前跟大家说过的 像是政策加持的这件事情 那我毫无疑问的 或者毫无避讳的告诉你 今天的华城叫谍停板 因为我们的华城 是那个60块 去年年初告诉大家 我看好重店 我看好台店的一些计划 的那个60块的华城 然后我也告诉你 我们在去年年中 中间的中的时候 大概在9月10月是那时候吧 周报我也送给大家过一次华城 那时候的华城 是在300块附近的华城 有没有 有图有真相 给你看一下 来来来 好 有没有看到 我们的古魔力选出来的 古魔力APP 当时帮大家选出来的内容 就在这边 这是2023年的2月的华城 那时候给你看一下 这里是56.5 我直接抓60块 到前一阵子665的时候 我就跟你说 这边已经涨多了 你如果真的要60到600的话 OK啊 就是翻10倍啊 你如果是从这个 去年大概是你看这11月 有没有 不到300块 我假设抓300的话 OK啊 你也赚一倍啊 可是600 就是300到600是翻倍 可是600 你好不好到1200块 我跟你说过了 所以从那个时间里开始的话 华城你只能做333 也就是一档赚三成 然后三档的话 就直接翻倍赚 才可以翻倍赚 嗯 你不要去给他买下去之后 哦 600要给你拼1200块 拼千金都很难了 所以今天的华城是跌停版的 但是你问我说 我没有看好他 我一样看好他啊 因为今年的重电 或者像是AI 因为AI的需求 美国的电力 就是美国那些基础设施 或者像是一些属于那种 传统老旧的那些电 的那些什么变电器 变压器 开关那些全部都要换 他只是飘啊飘 被分盘的时候被压回来的 那个什么试电也是一样的情况 就是他们已经长多了 被分盘了 那被分盘的时候的话 自然就会比较难去 掌握他的方向 所以这个时候的话 你就要找到另外一个族群 而且是资金 愿意去做进场的族群 去做一个操作 那这个族群的话 就是我们的老朋友 又出现了 我没有政治立场 我先说 前几天 如果你有看到新闻的话 蔡英文总统 他去了龙德造船 对 啪啪啪 那个龙德造船这样喷上去 前建国造 对 然后呢 那个在前几天 应该是最近这几天了 我们的赖准总统 他去了雷虎 当然那个看到 Made in China的那个 有点辣残 不管 我反正我没有 只要对 行情好 对股市好 我都支持 我都认同 今天的雷虎 继续奔赏 然后我就跟你说过了 资金会找到该个题材里面 或者说 像上个礼拜 我们不是在跟大家说了吗 那个回答的GTC 他那个无意间把那个 那个什么 索罗门的logo 把它秀出来之后的话 突然索罗门变标股 五支涨停 对 我跟你说 我没有就是没有 但是我告诉你 你可以跟我们一起选大银维 大银维系统 或者你可以选上银 今天又涨停了 今天是不是涨停版 对 对啊 所以现在目前这个时间点的话 你要顺着资金方向 就像我们刚刚前面的预告跟大家说到的 来 所以没有时间讲那么多 来回来到我们刚刚前面说到的 假设如果你不知道资金方向怎么做 看我们的Nightlight 然后看我们的YouTube 你觉得如果都看了蛮懂的 都有看个三次看个五次 很懂 就继续把它多看几次 或者把它订阅起来 但是如果你觉得 我如果能够有这种可以再更帮我的 这样的好的工具 或像是要加入我们团队的话 没有关系你可以用我们的电话 就是我们之前跟大家说过的 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叫做333的翻倍计划 对 那333翻倍计划的方式的话也很简单 就是我们就很简单的把一档个股 比方说如果拿100万进来 我就从100万 然后把我的资金把它赚到130万的时候 看看看什么呢 继续涨 我就继续报 但是如果不动了 我就换股操作 再去找另外一档个股 从130开始做 做起来的话 变169 再三成的话 然后再三成的话 你就是翻倍了 就是你不要拼那个什么 600块拼到1200块的花程 可是如果你是600赚到7800 再换个档换到什么来 你看你看像这个 这就是我们的股魔力 刚刚也给你看过了 那这个是今天这两天这几天 才刚开始转强的军工的干验股 像是亚航 亚航的话买讯出来之后 就咚咚咚给它涨上去了 然后这是什么 一期 老实说一期还蛮难做的 可是你就把它放到 那个吉斯多里面去 那他只要有买讯的时候 他就会通知你看 他会叮咚通知你 对你看一根 绿K黑K 两三四五六 七根黑K之后 手稳转强出买讯 喷掌天板 这就是难做 但是一样被我们的股魔力 抓到的一期 那另外JPP 然后这个是5284的JPP 你用来说其实在 206204这边都有买讯之后的话 就今天也是涨领板 那我再顺便再跟你快速复习一下 我说为什么这是我们的好朋友 就是那些蛮有趣的事情 就是你记得吗 我们之前跟大家说过的 波利 波利不是卡通小朋友那个波利 不是救难队的波利 警察称那是波利 还有安保 我们家那个妹妹还蛮喜欢看的 她喜欢粉红色的那个嘛 安保还很可爱 来 波利是什么波利 波利你看我叫笑场 来波利是那个空八的零主舰 你还记得的话 就是前一阵子 我们就跟你说过了吗 那个波因的那个737还掉舱门 对 结果突然变那个 对突然变波利变标股 因为他的对手 航空航泰军工的资金就进来了 是 你要怎么抓到他 古魔力抓得到 我最近这几天才发现说 原来我们有这么多的股票 又开始叮咚叮咚 不断叮咚我们 所以你会发现说 其实我在今天才开始 跟你讲军工这件事情 我也很老实 那我告诉你 叮咚的早 我们节目提醒的晚 但是不管怎么样 这就是资金的方向 或者说前一阵子 我常常跟他聊另外一个议题 你再顺便再继续往下看下去 我再跟你讲那个 939 940的时候 我那时候其实就跟大家说过了 现在我看到的919也好 939也好 940也好 或者是接下来要任何挂牌的一档 高股息的ETF都好 但是你必须要能够体会 接受或者是忍受 他恐怕只有6%殖利率 平均水准或者更低 或者大概接近平均左右 然后有人说没有啊 那个919他还有两次可以配10%的殖利率啊 所以他我觉得依然看好他那种 这个我不管 这我只在乎的叫做是接下来的这些高股息会发生什么事情 那我也告诉你一件事情是 他们并没有谁帮谁抬轿的问题 或者是说吃豆腐这件事情的话 我们之前跟大家说过的 你要吃豆腐就是逢低吃豆腐 不是追高吃豆腐 或者是说到底什么时候1750亿元乘以0.9 就是大概1500多多亿的940的基金要去做进场布局 我也跟你说了 到昨天为止我认为还是极少 那为什么会极少的原因 我也给你看这个数据 你看这个是什么 这是昨天的那个939 对然后昨天的话939大跌了1.82% 对ETF来说跌1.8%算是蛮重的 那我这边也给 就有人说487487487 不要有太多的想法 这个绝对是大户在跟你跟你说 我觉得反正就是这样的操作部分 这我不管 但是不管怎么样 我跟你说过了 因为他的布局是不满的 9成的配置已经在里面了 可是940的话我认为他还没有进场到很多 为什么我敢这样说 原因是因为 我昨天也给你看过了 就是940就是元大投信的ETF的网站上面 你如果透过那个禁止组成 或者就他的昨天的跌幅来说的话 你看到昨天 就是到9.93而已 也就是他只有从9.95跌到9.93 这是一点点的跌幅而已 这不到不到0.2% 应该这样说 那为什么一档跌了快2% 那一档的话只有跌了0.2% 原因就是因为 根本还没买 所以他大部位的资金的话 就必须要在礼拜三四五 这三天来去做一个进场布局 所以为什么今天的940的成分股们 就会开始活泼起来 对 为什么会开始活泼起来 原因就是因为 恍然大悟礼拜三开始了 礼拜四和礼拜五 这三天要把那个 我大概预估大概有1000多亿的资金 要来去做一个进场布局 这就是你现在看到的布局的方向 所以从现在开始 宏迪斯豆腐这件事情的话 又转为可能 因为我就说了 大家都跟你讲说什么 吃豆腐吃豆腐吃豆腐的时候 就被盗嘛 就被盗货 就被外资盗货 可是如果就回归到一个 该做操作的事情的话 你投信还是得要逢地买 这件事情的话都是 投信在做的事情 我们来解货解答给你听 所以如果回归到 我说过的 就是如果以现在这个时间点的话 他们就要买这些 号称俗称 或者大家心目中的这种 高股息的成分股系列 要去做一个买进的动作 那你就发现说 其实你看像曹农也开始有买盘了 然后汉唐也开始有买盘了 新浦 生计 星象 群光 通常都有买盘了 然后可是 还有另外一个反方向的问题 就是说 吃豆腐可以 可是你问我说要不要买这些高股息的ETF 我觉得我也不会去做进场 去做买进 原因就是因为 未来的高股息的ETF 他们的殖利率 我已经算给大家看过了 长荣 不是70块的长荣 是10块钱 6%殖利率的长荣 发哥 还可以 大概接近5%左右 所以你看最近好蛮多的ETF 也都在配置发哥 神机怎么只有3% 星象 群光 怎么只有3% 尾创只剩2% 只有2% 然后你又看到刚刚德宇不是有说到的 就是有4档的ETF 要在4月来挂牌 对不对 然后这种都很恐怖 因为他们叫做是 一直帮一档 一直买上去 当然对筹码面来说 它绝对是好事 因为未来的台股 它就会变成是一个更加的稳健的 筹码的台股 因为大家都有这些相关的ETF的成分股 当然如果哪一天台股要下跌的时候 那个下杀的力道也会比较恐怖 因为到时候如果是 投资朋友要赎基金 或像是投薪多杀多的时候 如果真的有那么一天 我一定提醒你 快跑 快逃 但是如果没有那个一天的时候的话 今年就是一个选举年 就是一个多头年 就是一个费得要年终降息 中间的中 然后美国年底要大选 接下来你会发现一堆的政策力多 所以我还是给他看这个梗图啦 因为那个919的妹妹说要挂牌了嘛 就是那个4月20号要挂牌了 对啊 你去看那个名字 对啊 来把这些要发什么基金才会热销 台湾啦 高熙啦 高丽啦 高成长啦 怎么好像听起来都是这些名字喔 然后呢高科技啦 AI啦 天息啦 然后呢价值啦 台湾价值最近好几档 科技高息最近一大堆 你自己会买会不会买 不会啊 我也不会啊 因为我不是要赚这个钱 我是要赚的绝对是 绝对是那个波段的钱 所以 我没有对这些相关的ETF有任何的敌意 我只是回归到说 如果我是一个退休族 我没有办法看盘 我没有办法盯盘 那我只是要一个稳健的五六%的现金流 五六%的现金流 我说的很清楚了 这种投资人 这种退休族 这种季季配也好 月配也好 才OK 但是如果你真的要看其他的那种 号称叫网红的节目 这个我不知道你看不看得出来这是谁 他也跟你讲啊 你该选939还是选940 我告诉你啊不管选哪一个都是他们的业配 讲的有点太太太入股了 也没有啊实际了 我不管啊 我只在乎这件事情啊 你看哦 来他跟你跟你说 929啦 940也有超过8%的殖利率 然后我就在那边打一个文号打一个文号 把那个你可能知道是谁 但是也不一定知道是谁的那个能码的 我怎么把它码掉 那但是我告诉你 这件事情的话就是回归到金管会说的 他们就是要对这些网红 去做一个监管的动作 那我我们的节目 我的light 我告诉你这要是事实的真相 所以我要赚的绝对不是这种 什么什么919什么939 940的业配 或者是说那个这种稳定的配息 因为那个东西退休组很好 但是对我而言的话 我要赚更多啊 你看这是什么 就是940的隐藏版啊 亚翔 亚翔厂停版啊 上礼拜送给大家的时候 那时候投信根本还没进场 为什么我敢送 原因就是因为我很清楚的知道 投信在做什么事情 在选什么股票 当然我再次重申 一切以他们公告为准 假设如果他们真的有任何一档公告出来 不是我选出来的股票的话 这不是我说的算 因为他们选的 他们一定有他们的想法 我只能说我选的叫做是 依照你给我的条件 我去把它跑出来 我们领先去做布局 所以为什么我们可以领先 找到亚翔的涨停板 或者是说 为什么可以领先找到地宝的涨停板 的原因就是因为这样子的关系 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那当然投信他们有自己的想法的时候的话 我完全尊重 那另外的话呢 我也刚刚也说过了 333翻倍计划我们正在进行中 而且进行的方式的话 也就是很简单的 就是一档转三成 然后呢 每一次进场的时候 我都会很说很清楚 说得很明白 给我们团队 很明确的指令 那这也是法规赋予我的职责 我给你的周报 我可以给你分享 但是任何一档股票 无论它的涨跌 要请你守好你自己的个人的停损跟停利 但是我们自己的会员的话 就会很清楚的 像是这个是加哲 我就跟他们讲说 来你看 当然是清代会员了 因为这个毕竟比较贵一点点 来加哲我怎么说 突破1150块之后 直接喷出涨停板 再创新高 那我们波段获利来到了40% 那我这边的看法是先看多少 再看多少 结果没想到我们的第一个多少 就很快的就打标了 这就是1400块的加折 你看到的是超过40%的加折 那但是呢 我也不让我们的新的会员 来去做最高了 因为我们在做下一档的个股的布局 你看这边有没有 恭喜团队啊 我们继续 即使333再更多我们也要 那但是我们就先不要让我们的 那个新的会员去做一个逢高的 去做追价了 那这个高利的话我昨天也讲过了 既然我卖掉我就卖掉了 这个是 他就不是高股息成分股 但是他是投信任养股 所以我们现在的状况叫做是 波段30% 获利达标之后呢 我们就在昨天礼拜二的时候 就去卖出高利 376到385附近 获利了解一趟 恭喜团队 因为涨幅超过三成之后 走势转正当 而且像那个什么 双红 嗯 旗红 也都休息哦 对 所以他们是族群性休息的 那因为这样的关系 我更加确定 该把它获利了结 那333翻倍计划 我们就一档一档赚 我再给你看几档个股就好了 这档个股我相信你一定看过 没有看过的话去看一下我们前几天节目 我盖牌 我告诉你 这是我们团队前几天有一档很大跌幅的个股 那我那时候就发给我们团队说 这档个股短线上面有比较大的跌幅 主要的原因是因为财报 它低于预期 但是我不怕 因为这我知道的要是业外损失 会对的部分 非本业啦 本业它一样成长 因为受惠到AI成长 然后呢产品递严 它会任务到Q1这边来 所以它会先蹲后跳啊 结果没想到头信卡在阿大一股啊 你看这里 有没有 头信一卖 就触发卖压 那短线错杀啊 所以我们就分批布局 这边我会等到 哪里去做一个加码 等候通知 那后面你一定看过 如果你是追踪我们的粉丝的话 你一定看过 如果我们自己会员的话 也很清楚 我就可以开牌给你看 今天唱钢咯 这是3月13号金像店 那头信一卖就卖压 然后我们会看守住季限逢低加码 而且我说到 我就做到 3月13号礼拜三的时候 我们这样子来说明 然后呢这是3月21号的时候 我们就在这边 234到237 那原有会员加码 新会员建立基本持股 理由就是因为我说的 有没有 股价首季线带来加码的机会 机会来了 机会来了 然后呢 就盘中就大涨6%创高了 然后呢 今天的话呢 这是今天3月27号 是不是盘中也涨了5%创高 对 然后呢 我再给你看一下K线 有没有看到 这就是我说到的 重挫下跌 可是守了季限 结果投信砍在阿呆股 我这边就加码 加码就上来了 所以今天的话 尾盘中涨上涨了3.7% 盘中涨5% 这就是跟你说到的 如果有错杀超级的机会的话 反而是你应该要去做把握的 这样的机会 价格更浅 这是好机会啊 对啊 那但是如果去做追高的话 你就可能会吞掉一根的 那个滑成的跌停板 我对这种观念的话 跟大家说过 很多很多很多次 我希望能够保护你 那我也希望你可以 检视一下目前手上持股的状况 那我也希望说 如果你真的 希望能够跟上这一波的行情的话 你可以考虑跟上我们的团队 那我说过了 我们现在团队在做的事情的话 就是333的翻倍的计划 那我前几天也帮大家开 额外加开了那个00948 就是发的那个超优惠的那个专案 那因为这几天几天 我相信行情会越来越好 因为该那个 该不相信行情都不相信了 然后该要去做洗盘也洗完了 所以如果从现在开始 你要跟上我们接下来的第二季度的 全新个股的布局的话 可以跟着我们这个948的专案 948不是买ETF 我再次重申 我要买的是个股 股票 标股 获利好的股票 波段的股票 如果真的需要协助的话 用LINE 然后用0800来跟我们做洽询 以上就分享给大家 第二季的好股票 大人哥已经帮大家挑出来了 邀请您利用我们00948 这个旧事发的专案 立刻跟着大人哥333翻倍 一档个股我们赚三成 三档个股直接翻倍赚了 0800668085 0800668085 这是免付费的转线电话 现在就可以拨打咯 或者是把大人哥的这个免费的Lite互动平台 ID是小老鼠DAREN888 小老鼠DAREN888 加起来直接私讯大人哥 感谢你的收看 也再次谢谢面面俱到的大人哥 摩尔头顾 陈坤仁分析师 谢谢大人哥 谢谢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